大家好,今天我做了葱花小油饼,柔软多层,放凉了也不会变硬,做法也超级的简单,一起来做吧! 首先,400克的面粉中加3克盐,倒入280克的温水,搅成面穴,活成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,切封成4个等份的面剂,全部揉圆,表面刷上一层油,盖上保鲜膜,饧面40分钟以上。 小碗中加2勺面粉,适量的盐,少许的13香,一勺热油,调成油酥,放凉备用,擀成一个圆饼,均匀的刷上调好的油酥,上面撒上适量的葱花,再像饰瓶中这样切成米字花刀,然后再一片一片向中间叠起来,最后用这块大的包裹起来,整理圆肉,松弛10分钟,再擀成一个圆饼。 电饼层预热刷油,放入饼,表面刷上一层油,锁住水缝,盖上盖子烙饼,烙至一面上色,翻面,烙至两面上色,熟透,出锅。 这个饼特别的柔软好吃,层次分明,就是放凉里也不会变硬。 如果你喜欢吃饼,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。 喜欢就关注我吧,谢谢支持。